葛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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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知道 他是阿娟的男朋友 我以前在薔薇酒吧的时候 是他带瑟儿来的 瑟儿对我好 那这个瑟儿跟葛珊是什么关系 你好好想想 你可是三进攻吗 知道政策吗 没了 真的没了 那我问你 你干吗慌慌张张从金远跑啊 我那不是跑 我那是去找 那我提醒你一下 耳朵 葛鹏 瑟儿 我们这次一定会抓着葛鹏的 你现在可以不说 到时候肯定会对你不利 想清楚 我媳妇儿 这个睡无觉 谁要走 她就跟谁急 我从来没用过枪 我 我怎么会知道 她不让我出门 她就跟我抢 谁不让你出门 我媳妇儿 大哥大哥大哥 你就别进去了 我进去给你拿去 我得先掩护 行 快点 你等一下 也就是说 葛鹏到你家取枪的时候 是站在你们家院子里 是吗 嗯 然后呢 我媳妇是个洪不烈的二货 我帮她犯起二 得罪葛鹏 就没赶到葛鹏进屋 谁想 我在高筹柜里边把枪拿出来 站住 给我回来 这么忙了你要去哪儿啊 你放开 我不 你告诉我你要去哪儿 你放开 我不让你走 我放你走 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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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你 而不是葛鹏枪杀了你媳妇 对吗 媳妇儿 是媳妇儿 是媳妇儿 她给我抢枪 然后枪就响 她就死了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没想啥呢 当初 我是怕多派刑 反正葛鹏也跑了 我就想把这事都退给她 你们要把她抓过来 她非得弄死我 你放心 葛鹏肯定会抓回来的 她也肯定整不死你 但是法律 会判你过世杀人罪 那我也受了十多年罪了 杀了人 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杀了这些媳妇儿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该是那哥们 要不是她到我们那家 我正想过爱谁的日子 大苦很正前 她已经受罢了十多年了 四儿 还是那句话 进去好好改造 争取宽大处理 明白吗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们就把四儿带回来了 那再然后呢 再然后这个小丽 就回了金园 现在住在四儿家 照顾四儿的母亲 这个小丽 还真挺真心的 你们俩出去这趟 小琪把她听成爱情故事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 这个阿娟的下落 小丽说过 这个阿娟确实是跟葛鹏跑了 后来葛鹏没钱了 她曾经回过村里 后来又走了 现在不知去向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小琪正等着你们问她呢 队长 我要投诉 马哥态度有问题 她总是不严肃对待我的发现 很严重 回头我得好好批评批评她 先说说你的发现 主要是这个崔盈 我总感觉她怪怪的 看着很柔弱 无助 可回答问题的时候 还都在点上 而且她家供了一尊地藏王菩萨 还有一些吉祥福什么的 可是地藏王菩萨是管超度的 她家又没死人 你对这也有研究 这是常识好不好 葛鹏的母亲是去年去世的 这可以联系啥 还有呢 崔盈开门的时候 跟上次一样 态度比较冷淡 但是明显有点紧张 另外她家茶几上 有没擦干的水印子 好像刚藏了什么东西 对了 队长 她供菩萨的那个香炉 看着可不像新的 而且她在陈生的工作 公司做保洁 她是那栋写字楼的保洁员 跟别人搗拌 后来被指派到陈生公司啊 做专门保洁 负责那一层楼 是吧 简直了 有巧合就是有问题 干得不错啊 也就是直觉吧 小琪 你的直觉很重要 你要学着追踪自己的直觉 然后把这种直觉呢 变成一种经验 还可以让这种直觉 训练得更加敏锐 更加准确 做工子啊 枪的 怕枪的人不配配枪 铁城队长的话 精辟而深刻 我们经手的这些案子 看似互相干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们一定都有着某些 不易被人察觉的关联 你们读葛鹏的时候 葛鹏那边几个人啊 就 就他 什么 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嘛 再没了 他老婆我们一个手之都没动 当时葛鹏要杀你的时候 他跟你喊什么来着 葛鹏 据谁说的你问谁去 我不知道 目前陈生的疑点很多 但是那个崔莹更神秘 他一定隐藏着什么特别的秘密 崔莹这条线 还是不能放松 大姐 大姐 我们一会儿要开会 你先回去吧 可是说好的两个小时的工呢 成 给你记着 回去吧 真记着啊 知道了 来 来 兄弟们 小编 我给你们讲一下 准备工作要充分 至于怎么做到呢 那咱们就先送货上门 动脑子卖力气 因为只有动脑子卖力气 咱们才会有好收成 都记住了吗 就这样了 那能行动吧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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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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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即给我滚出这个地方 明天我再见到你 你就得死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二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吗 知道 知道 你认罪态度很好 这次抓捕狗鹏 如果你能积极配合戴罪离宫 量刑的时候是一定会考虑的 我一定配合 那咱们就先从狗鹏取走枪说起 本来说好了 等他杀了陈生 就带我一起跑 可后来他取走枪 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呢 估计是他看到我媳妇死了 就不想摘这包 所以就没来找我 再后来的事 我都是听来的 你们商量过 怎么跑 往哪儿跑吗 葛鹏说过 他说先往北边跑一段 干几家大事 然后再悄悄地去南边 什么大事 拿五连发抢钱 还有呢 然后 具体的他也没说 后来他没来找我 不过我好像听说 他要带着刘大跑路 可那货不干 他投奔成生了 再后来 对 他好像 那个阿隽也跟着他 就是他那个情人 没事 你知道什么你就说吧 我配合你们 能帮到四儿吗 四儿呢 也想跟我们配合 争取立功的 那好吧 阿隽经常吹牛 谁也不知道 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说吧 我们会去调查的 我后来见过阿隽 他好像和葛鹏闹掰了 葛鹏喝醉了就打人 阿隽受不了了 就回禁园了 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什么时候 在哪里 大概六年前吧 在KTV 四儿那时候刚出来 第一次出来 他来KTV找我 那时候我跟那儿走 行了 别生气了啊 我是真的一出来就来找你了 说了你还不信 撞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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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疯狂 他没人给我装了 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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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子哥 干啥这么大气啊 现在没怎么回事的啊 下手这么狠啊 这算什么呀 看这儿 比这狠的姐都挨过 这咋弄的 葛鹏呗 当初她把大婆子打得流了产 我还不觉得什么 现在流到我自己 也怪不得别人 葛鹏的老婆留过产 嗯 据小丽说 那时候崔盈已经快生了 葛鹏把阿娟带回家 崔盈呢 就跟葛鹏闹了 葛鹏呢 就打了崔盈 所以啊 那孩子就流产了 你干 臭病 那这就能够解释 他家供地藏王菩萨的原因了 原来 是为了超度 死去的婴儿 这个解释说得过去 斯尔呢 还说了什么 斯尔他很想戴罪立功 可是他知道的 所有葛鹏的事 大多都是传闻 没有什么根据 为什么 他们也需要故事吧 马赫说得很对 其实这些传闻 往往传着传着 就把一个罪犯给传神话 其实罪根本的心理 还是因为他们内心恐惧 因为他们知道 犯了罪 最终是没有好结果的 所以 他们就需要某个罪犯的 神话故事 来说服自己 安慰自己 去 赫说过 自葛鹏逃跑以后 他就再也没见过他 但是听说葛鹏 回过金园 是否则还说过 斯尔还说过 葛鹏的母亲 遗体告别的第二天 他的弟弟葛亮 无端地被人打成重伤 在医院里面待了两个多月 传闻说 是因为葛鹏 怀疑 翠莹与葛亮有染 所以才出手 教训了葛亮 那么这问题就来了 如果葛鹏当时回了金园 确实出手教训了葛亮 那他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他是怎么知道他母亲去世的 假设 崔鹏和葛亮确实有染 那是葛鹏自己看到的 还是他的消息来源告诉他 如果是葛鹏自己看到的 那他当时在哪 他如何和葛亮联系呢 上次陈诚来报案的时候 说有人要杀他 也许真是葛鹏在他家摆着阵势 所以把他吓坏了 没准就是一年前葛鹏 回到金园的时候干的 不太像 你葛鹏这样性格的人 冲动犯罪的几率很大 如果是他去了陈生家 又没有找到人的话 那么陈生家 应该会遭到很大的破坏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葛鹏根本就不会去他家 画什么符 写什么字 也对 陈生应该还有别的死对头 他们是有预谋的 陈生一看就是个狡猾的人 根本不像他自己说的那种 小打小闹 从四儿提供的线索 我们可以推断出 葛鹏一年前回过金园 我们一定要查出 是谁给葛鹏透露的这个消息 从陈生家的勘察可以说明 想杀陈生的 不止葛鹏一个人 但我还不能放掉陈生这个险 因为当年 葛鹏误杀赵尔城是 毕竟嘴里喊的是 杀陈生 所以 马赫 小琪 你们还要密切地关注 葛亮和翠莹 我跟许飞 调查别的险 我们就从这方面 步步深入 先别管什么传闻不传闻的 就算是大海捞针 我们也要捞出一个 有价值的线索 继续 大哥 带楼上 叫陈总 陈总 请 那姐 快点收拾 你们要开会 哎 天道酬勤 不错嘛 二彪子 你 你要去跟着去学学 跟耳朵学 看人家怎么办事 快去啊 去吧 二彪子 二彪子 这货啊 就是呆子故意扒拉给咱们的 跟他来的那帮全都是二货 哎 大哥 我就不明白了 当初 他为啥管呆子要人 但自己还不能招聘买码了 我们去吧 嗯 嗯 嗯 这女的什么来头 保洁 我还不知道她保洁是吗 哪儿弄来的 打电话家来的 原来公司那层楼都被她打扫 后来咱这儿不缺人吗 就打电话给叫过的 原来公司 你说呆子那公司 大哥 您是看上他了 哎 我说你这个脑子 打打打打打 不说 我是说咱们这个新公司刚开张 做事 凡事都要谨慎一点 这个女的 我看着特别眼熟 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大哥 您是怀疑 她是调子 她是调子 她要是调子 呆子早舌了 那您是怀疑 她是呆子派在路过底 那就更不可能 呆子 呆子她有这脑子 呆子有这脑子 我信她的心 呆子姓什么呀 这我还真不知道 估计连她亲妈都不知道吧 这个二标子可有点寒 来来来 站这儿 站这儿 这个方案你弄的 我是吗 再来一遍 我说过没有 过来 这你找她的 你脑子里是不是有屎 他们买的都是手机那个 挺 挺贵的那种 你找死呢 还想拉低我们陪你一块儿不是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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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来啊 别OU 当你要不 ultimately 你鬥反吧 驻小个 vai 你今天就 carne 白奴 wra用 给你ifique 都不搖 咱们 她们贴 我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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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哥 二票子在了 什么时候啊 就 就刚才 是我脑子有屎啊他 是 要不说呢 不过大哥 你放心啊 这事儿丑到咱们身上 我放心个屁我 你啊 保证二票子扛住 其他事我办 行 那大哥 那我我现在就去啊 来 嗯 小琪 穿电脑上看 是 我先去 我先去 你去哪里 我先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先去哪里 放大 换一张放大 陈生 我先去哪里 射手 你 你去哪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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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 就是这儿 就是没人 早上来不在 晚上来不在 这回大中午的来 还不在 慢点啊 慢点 小亮 你们是 是吗 他们是警察 来打听葛鹏的事 进屋说吧 好 进屋 坐 走 谢谢 谢谢 你们 是来打听葛鹏的事儿的 对 这次追逃行动力度很大 葛鹏这回一定要归案的 其实 也没什么可说的 自从他上次跑了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他消息了 你病了啊 我们来过几次家里都没有人 肾 肾病 前些日子 比较严重 在医院住了几天 是被打坏的吗 是吗 啊 听说你一年前被打了 住了两个多月的院 我问是打坏的吗 不是不是 我这病五六年了 那你说说被打的情况吧 一年前你母亲去世的时候 葛鹏回来过吗 我听盈盈 好 我听我嫂子说 你们上次不是展开行动了吗 怎么一点收获都没有 对 我们确实对葛鹏可能出现的地方 不空了经历 反正葛鹏跑了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好 谢谢啊 葛鹏以前的打手你认识吗 认识 但是都不联系了 没关系 跟我们说说他们的传闻也行 传闻 也没什么 就是 葛鹏跑了以后 他的那帮弟兄呢 后来都跟了陈生 这陈生吧 人特别坏 竟拿他们当炮灰 后来都不干了 就剩下了个陈巴勒 还有一个刘大 现在还跟着呆子呢 作约 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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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Day 然后就能给她 pen Gen Trai куп回三菩营 刘大利公ade 另一一孟 他不怕 那你说一说被打的情况吧 应该是在你母亲遗体告别的那天吧 那天天太黑了 我什么也没看见 没关系 大概几点钟你记得吗 几点 大概十一点 那时候遗体告别已经结束了吧 对 那个时候 我跟朋友 还有亲戚 还有我妈的一些同事嘛 我们一起聊了会儿 后来一起吃的晚饭 吃的比较晚 吃晚饭吃到快后半夜 你就回来了 对 你俩一起吗 谁 没有 我自己 好 没事 你接着说 当时 刚走到楼门口 我就被打晕了 谈谈具体的经过 问这个妈呀 谁打的你 天太黑了 没看清楚 你说仔细一点 我们会调查的 你们不是来调查葛鹏的吗 也许跟葛鹏有关系 也许就是葛鹏的 不 不可能 绝对不知道 你不是说天太黑 你没看清楚吗 我肯定不是 绝对不是 打你的是几个人哪 一个 有 有几个人吧 当时 我 我头撞墙上就晕了 打你的人都说什么 一句话没说 上来就打 我一点防备都没有 来 来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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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防备 把大哥背好了啊 慢点 放心 行 那我走 开门去啊 我就是腿软 我走 你走吗 我就是腿软我 我就是腿软我 我就是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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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还要 嗯 哎呦 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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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哎呦 我 赵凯 告诉他 死了 对对对 他和您说对啊 这有屁啊 这回 吃扁子吃荡 成 都听打个您的 我跟你说 这回 一定是呆子 才有下落 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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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哥我一直就怀疑这二婊子 是呆子故意派来 对咱们拆路的 哎 我不是说二婊子的事 我是说 触劲 触劲的事 是 大哥 卡 大哥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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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让你照砍 不是 大哥 是卡 砍 是这样啊 不好意思啊 让你回忆起过去了 咱们说说崔莹吧 崔莹 谈她干什么呀 她跟葛鹏已经没关系了 她为什么来照顾你啊 因为她是个好女人 是个非常非常善良的好女人 我妈就是她伺候走的 现在又来伺候我 我们全家都欠她 她跟葛鹏已经离婚了 葛鹏跑的第三年 他们就已经离了 那法 法院不都已经判下来了吗 你别激动啊 我们知道她是好人 这个 谁都能看得出来 我们只想知道 她的一些生活规律 这样对我们行动 会有帮助的 我可看不出有什么帮助 她一个单身女人 又没什么本事 只能做保洁 她每天 除了去医院 就是在上班 还能有什么生活规律 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佛呢 信佛 我们在她家看到 她供的是地藏王菩萨 好像是很正宗 这个我不知道 我没去过她家 我这身体哪儿去不了 不过她每个月 都从庙里边请香回来 给我妈供着 每月都去吗 对 每个月都去 龙泉寺 大概是每个月三十号吧 前后不过两三天 每个月的三十都去 对 龙泉寺 我们有必要盯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 队长 老马可牛了 瑟儿明明说葛亮被打 是在遗体告别的第二天 但老马上来就说是当天 葛亮当时都懵了 老马呀 他是在葛亮内心最脆弱的时候 敲了他一下 你记得咱们问葛亮第一次挨打的时候 他有什么反应 能说说你上次被打的情况吗 葛亮往厨房看了一遍 是因为翠盈在那边吗 对 从葛亮一系列的反应来看 他跟崔莹的关系没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是 葛亮在等崔莹拿主意 也就是说他们俩的关系中 葛亮的位置是次摇 而崔莹就是做决定那个人 葛亮挨打这件事 为什么会让两个人这么紧张 崔莹只是一个保洁工 社会关系简单 葛亮是个长期的病号 脱离社会混合也已经六七年了 现在只能有一个解释 打葛亮就是葛亮 传闻是对的 因为葛亮和崔莹有染 葛鹏才教训了葛亮 但葛亮呢 又说打他的人他不知道 他是害怕定他包庇 医医 崔莹是所有世界的知情者 通知葛鹏 回来给母亲奔丧的 也应该就是崔莹的 不对不对 按照你们这么说 崔莹和葛亮如果有染的话 崔莹又知道葛鹏在哪儿 那她叫葛鹏回来干吗 她zilla 第一題呢 读 summit 我 hatephone也问 ! 他不知道 怪典子的迷迷独络yt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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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